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林 现在是上午的9点半 早港风结束了啊 跑了三个小时 四个单142万钱 然后今天我准备去把这个违章销了 然后也是简单的教一下大家 因为可能很多新手在长沙这边还不知道如何销你的违章啊 然后 查询有证的话 教大家一下 在微信公传网里面搜索了个抽一行 然后里面的话可以查你的违章 然后今天就简单的教一下大家如何去销违章啊 我发现最近长沙这个不是最近啊 是从去年 大概12月份开始 长沙这边的电子眼特别厉害 我在12月份搞了两条违章 都是违竞啊 我停在那里 我去吃饭 然后就被抓拍了 然后 2月份就搞了一条违竞 然后搞了一个为理要信任 所以我今天呢 我一个人是要花500大雅去销我的违章 然后扣三分 打开微信公众号 然后在里面搜索长沙公安 然后找到这个长沙公安 里面有个公安业务 在线预约 还有广告 把它插掉 点我要预约 然后下一步 这里有一个交警业务 然后交通违法处罚业务 非线程违法处罚办理预约 这个是要提前预约的 一般是提前个一两天 因为怕你看今天的话 2月23号已经全部满了 是不能预约的 然后明天2月24号已经满了 所以你们有些地方可能买偏僻一点的地方就还有号啊 然后周六周日他们是不上班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 然后你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我选的这个预约 点一个预约 然后点确认预约 这上面有时间 自己选招的时间就行了 然后预约完以后 我们只需要搭上驾驶证 行驶证 生命证 这三个证件直接去办理 然后现在我们出发 我今天预约的是长沙县交警大队这个出发点 你要问一下 这小尾章是从哪里进啊 对 有点八十米长开的 那里上去 行行行啊 谢谢啊 到了啊 把这口罩带上 应该是要带口罩的 看下来进来上过的人多不多 交汤违法处罚代替 居然搞错了 他这边的话是那种 私家车那种处理的 像我们网约车是 在这里处理不了 然后约都是香润 还是在上面 第一次来啊 没经验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长沙县真正乎正书那边处理的 被那个保安给空了呀 怎么情况 我预约都是九点到十点 现在已经九点五十了 我怕来不及了 是这个口子啊 香润汽车检测证 这边有个服务大厅 来到 四张单子五百块 搞完了 还是挺快的嘞 五分钟就搞定 刚过来的时候 前面就一个人排队 然后我办完以后 后面排了五六个 印象三好嘞 然后今天 五百大压没了 一天又白干 所以大家平时在开启的过程上 真的特别要留意现在这个电子眼了 从去年应该是11月份上12月份开始 电子眼drop的特别特别严 所以搞得我现在 我要去吃饭的话 我绝对要停到这种 哪怕是收费的车位上面 我也不敢停路边了 因为这个 一下一个围停就一百块就没了 要多分都两个小时呀 做了还有一个事情 可能大家还不了解 为什么我不去交管12123上面处理啊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租的是租赁公司的车 它那个车子绑定的所有人的话是属于公司的 所以我们的话 因为它不是我们个人名下的车嘛 所以在 12114上面是处理不了的 只能来这个线下点处理 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这个香润这里处理啊 因为去了这个地方特别方便啊 你直接取完后以后直接来处理了 就真的很快很快 这个围炸也搞完了 我现在准备把这个费用在交管1212上面把它交完 然后今天就待会就 借着干活啊 今天我正去把这个 500的这个罚款钱搞回来 行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掉了 喜欢小铃视频的记得点关注点赞拜拜